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一个武术学校开了连锁的好几个分校 那么你自己的过去也在这些武术比赛中也获奖这些的 但是我见过不少学功夫的人 学武术的人 但是开学校的人确实是不多 你是怎么开始创业的呢 创业不管怎么说也是从失败过程当中来到美国 美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条件 一个环境 然后呢就是我就是因为毕竟武术给了我一切 所以说又有这个缘分来到美国 这个美国人的友善和他们的帮助 让我想到了怎么样把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有武术在海外去推广 做一点贡献 但是大的提不上 怎么说一步一步走 这随着更多的科技人才 也心灵地加入 让我就有一个更好的梦想 想做一个连锁推广这种 连锁的这个武术学校 其实陈飞师傅已经做了很多了 他是国际武术散手道黑带六段的高手 享有第34代少林弟子的称号 早在幼年的就已经先后到20多个国家 参加比赛和演出 是国内国际各功夫大赛的冠军得主 那么他还是武台 功夫舞台剧《少林雄风》 和《生命之轮》的主要演员 随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也是在这个旧金山湾区硅谷这一带呢 各武术比赛中呢 经常担任裁判和评审 在2005年的时候 陈飞师傅成立了美国腾飞发展集团 并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武术学校 飞师傅功夫学院 那么当时是在苹果所在的城市 Cupertino创办的 现在呢 这个已经有 就是上千个学员的在这里学到了 真正的少林功夫 其实陈师傅到现在呢 已经有三家的这个武术分院了 第一家的Cupertino 后来有San Jose Fremont等等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呢 就作为一个就是 就是武术出身的这种游戏 我觉得称你做武术高手 武林高手我觉得一点不为过 那么大家在教或者教学生的时候呢 也许说你开一个自己的学校 一个都已经够忙了 你去经营这个 你现在开了三家 而且想把它变成一个国际连锁的 这样一个品牌 你从教武术到办学校 怎么一个机缘呢 怎么开始 怎么就想着去 要去办学校 因为这其实是走到一个商业的范畴了 因为跟你交是两码事 从失败过程当中吧 因为毕竟 什么失败呢 也是开武馆创业 曾经我开了大概有六家 最远开到洛杉矶 然后都有我们自己想创造这个牌子 然后把新边的一些师兄弟啊 国内的一些朋友啊 都能带到海外 共同地创一番事业 打造 但是在没有规范的体系的情况之下 然后是失败的 然后又回到了现在 所以像中国文化的教育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有这个 非诚双语学院 我还有开的舞蹈学院 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传统一些 相结合的 文化的东西 相结合在一起 毕竟现在国家也比较支持 武术走进校园 因为武术与功夫 是给我带来了一切 然后改变了我的人生 毕竟你看跨入了美国 或者是带来很多很多吧 你说武术和功夫改变了你的人生 给你带来了一切 那么如果没有武术和功夫的话 你认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轨迹呢 如果说是 我没有踏入武术这个行业的话 我想就给正常的平常人一样 从小学到初中 到高中 到大学 你现在也是平常人 但是我感觉武术给我带来太多的人生的价值观和改变 哪一个是你觉得最大的改变呢 它让我能增加了我自信心 自强自律 能让我更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服输 怎么样跌倒 怎么样能爬起来 教会我的这种坚强 在哪跌倒 在哪爬起来 怎么跌倒 怎么爬起来 你有跌倒的最近的就是在你记忆中比较深的跌倒 你是指的什么呢 来到美国有很多的故事嘛 不管是创业还是在工作上 这个跌倒呢 就是说你也知道练武 稀无先稀得 首先就是这个品质 然后中午我们呢还比较讲义气 很多在创业过程当中 或者是在工作过程当中 有时候想法上受到一些打击 遇到一些困难 一些事情 但是呢我们就坚持 因为毕竟小时候练武术的时候 老师师父就说我们 不怕跌倒 长下十年功 长上一分钟 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做一个高难度也好 跌倒过多少次 有的呢都能把腿啊胳膊都能扭伤 所以但是我们好了还是要坚持 我们目的就是说 增强了我们自己的自信心 让我们不服输 永远往前前进 你刚才说到说你这个也经历过创业的失败啊 曾经开了六家这个武术的学校 那么最后这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失败的原因还是不够系统 还是不够科学 只是当时年轻嘛又闯劲 一心的热血想去做 但是事情是好的 你看我掉过头来过了五六年 又回到原始 所以说呢这就是给了我一个更多的机会 就是说在失败过程当中 吸取了很多的教训和经验 因为毕竟于 因为武术的奥秘 太深了 并不是说我一个人 你要说刚才说武林高手吧 我都不敢当 因为这个行业过程当中 人类都很厉害 冠军嘛 它是谁的年龄 但是你想把这个武术的 这个文化的东西在海外推广 它是需要一个完善的体系和系统 比如说这个 韩国的泰拳道 日本的空宠道 人家发展的 确实需要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借鉴 很多的学习 你刚刚提到就是像日本和韩国 其实它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品牌 但是你看到在全美国各地 甚至世界各地 都会有这样一个品牌 非常大的品牌 那我们武术的这个高手这么多 习武的人这么多 为什么在世界上没有一个 属于中国的连锁的 或者比较大的一个武术品牌呢 其实我就是有这个想法 想我就想开这个先链 因为武术呢 你看就像08年 第一次在这个奥运会在北京 这个武术这列为一个表演项目 其实中国国家也很想把这个武术这个项目 推走向奥运 但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传统的文化 它含有很多东西 它分为现代武术传统功夫 去将结合 所以说它没有一个定性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呢 就是说来到西方国家 来到美国这种创业以后 我们想到不受任何的约束 可以发展我们这种 娱乐 娱教 然后适合西方国家的儿童 又能把这种 中国传统的美德和用武德的礼节礼义 引导于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不培养它专业 但是是阶层端的 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教学从三岁 最小三岁开始 最大到六十五岁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到七个不同的内容 然后不同的体系 然后再试试去教学 然后呢 我就说想创立我们自己的体系 然后完善起来 我们只想着做好 做强 你说的自己的体系是什么呢 怎么样的体系 自己体系就拿现在我们这个非功夫学院吧 因为我大概是05年 在库布提诺开办的第一家学校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但是现在这个创始学校还一直还在 逐渐地摸索 因为毕竟首先 你不能按照国内的方式去教学 因为在这边还是不允许 你的师傅可能的英文 可能我觉得还没有足以跟这些小孩来交流 但这些小孩呢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他的中文又不好 所以你们的体系是怎么去克服这些的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说无论是国内 我们从国内 大众院校也好 武术专业人士也好 只要进入到我们的团队 首先要在我们的体系里面要学习 因为他们的基本 他们的个人特长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来到我们非功夫学院 必须要学习我们非功夫里的 就像这种每个级别一样 学什么 学这个体系 武术的教学的理念 因为是理念和体系 我们把它分成14个级别 从白到黑 白带啊黄带啊 分为这样子 然后他们需要过程也需要三个月的实习 我们就是说现在呢 比较系统 从初级教练 中级教练 高级教练和特级教练 大概每一个level里面大概有 比如说有200堂课 300堂课 我们都有审核 然后呢我们每一个星期 都有一到两个小时的 与老师的交流与培训 这个至于英文这一方面 因为现在说 邀请来的一些师傅嘛 在国内 他们也有一些基本上的基础 基础 然后呢再来到这边就是我们一些 武术上面的一些俗语 然后再另外一种 我们也希望 其实有时候很多家长呀 他还真不希望我们用英文 给你们去教学 特别是你看我们去一个国际学校里面 他就说 师傅 不要去讲英文 你就直接用中文就好了 真好 对啊 真好 我觉得你这个其实他去 讲到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面 从就是从历史上自古到现在吧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西方人 对中国最了解的文化 我觉得无非两样 一个就是功夫 另外一个就是中药 这两项是 就大家是普遍接受 而且印象最深的 但功夫这块的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人 他的功劳是真的是不可磨灭的 就是李小龙 你喜欢他 那是偶像啊 那是偶像 那是我们的偶像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点 你看在李小龙 在这个国际的推广上 他引领了这个武术 走向了国际 再次我一直就是说 学习的榜样也是一种偶像 像他那个年代 我们都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所以说他影响了我们这个武术人生 武术人 但是你现在想要让这个武术教育走向世界 非师傅这个品牌要走向世界 你觉得你现在最难的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反正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还是在创业嘛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 也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我们 因为本身搞教育 并不是投资房地产 教育是一个常年的 但是这个搞教育的呢 他也需要资金 一步一步地向建立团队 你看我就像我创这个 为什么创办这个非功夫这个品牌 我是从学校里一步一步地盈利的 然后呢我们就会请到一些专业的人士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们的体系 我们的教育 然后还有我们的市场 还有我们的定位 还有我们的开发 像之前跌倒呢 只是想着 哎呀我会功夫 我能教得好就行 但是你比如说 现在在湾区也好 在任何一家海外也好 他们开的任何一家学校 只能说这一个师傅可以守好一家学校 他不可能同时开个两家三家五家的 他不敢去做 你是怎么守好 你已经开了三家了 还要再继续扩展 那你怎么能够就是一个人可以过这些学校呢 我零五年创业以后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专业教学这一块 另外呢对于 有可能是武术给我带来的吧 我喜欢就是说 我想就想做一个不平凡的人 然后我想就是说打开这个缺口 然后再说也失败 然后过程呢 就是说这个连锁呢 之前讲的就是师傅只是教学好 但是现在不行 失败过程当中 就是说他还是需要科学 还是需要团队 共同努力 我们现在把它定位到三大块 第一大块呢 就是一个体系 完成教学体系 然后我们就需要一些 这种当地的年轻人 有创业精神的 有思想的 对于这个武术文化 想在海外 共同推广 然后呢再加上一些 因为毕竟是西方国家嘛 首先第一点像我 从语言上这一关就过不了 真的还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你希望说有更多的人才 去加盟 因为你已经有一套体系了 那么这样容易帮他们 在创业的过程中成功 那么你也有一些教师的资源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做这个的话 就可以帮助他们一起来成功 但武术这个东西讲到体系 我觉得它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的偶像也是我的偶像 李小龙 李小龙成功在哪呢 就是他有一套他的这个武术哲学 你看他最后还抽了一本书啊 因为他每次讲到 他有他一套的这种东西 让人家尊重 让别人重视 对于你来说的话 你觉得你的武术哲学是什么呢 我的武术哲学对于我那个就是自强自律 自强和自律 对 然后就是我的进步 人生的进步 从你这个练武这么多年 然后创业十几年 然后可以保持你的身材 我就可以想象到你的自律 自强的这种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但是对现在的这个小孩来讲的话 他们来到你的学校的时候 因为他可以有好多选择 因为课后辅导学校 或者去学其他的才艺 他为什么要学武术呢 因为整个市场相对来讲呢 很多人呢 不管是每个年龄段阶层的 对于武术他们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正当他们了解了以后啊 他们感觉到 给他们自身带来的东西 特别强大 首先第一点在强身健体上 还能开发自力 有些人就感觉 武术怎么能开发自力呢 但是你想想 一个师傅 在教你一个动脑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在动脑了 他已经在开发他的大脑 而且就像 咱们有就像美国一样 到处都是健身房 有的比较喜欢练瑜伽 有的喜欢打太极 根据不同的层次 但是武术与功夫不同 它又能提到养生 强身 健身 我在教你一个道路的时候 其实你在 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 你已经在窝麻布 你的每一个关节 舒展到 已经是拽起这些东西 所以你刚刚讲到 武术可以开发你的大脑 开发你的思维 其实是一个 全身心的这样的一个 投入的运动 是的 其实你像你自己练武 有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那因为你对武术的这种 深切的热爱 你会想过说 也许将来你可以去出一本这种 就是武术的教材 世界通用的 这个不敢想 这个也不敢当 对 然后至于教材 我只是想创立的 就是说 在海外 我才敢有这个想法 创立非师傅功夫的教学体系 和教学理念 和这种市场上的一种推广 我们这个团队 假如说吧 假如说有个投资人 他看好了你 给你一些钱 你 我们随便说 假如他今天给了你 这个三百万美金吧 你会干什么 我要培养我的团队 我要培养我的 完善的这种体系 培养团队 培养体系 但你怎么让投资人 他得到他有的回报呢 这也是一种教育 然后 这种回报呢 它是需要 时间 然后只能说是 阻止我们更快 五到十年的发展 我的目标是想在全美 到中国 再开回中国 你想开多少家呢 五四一百家两百家以上吧 一百家两百家以上 对 这计划你认为 在多长时间可以实现 如果真的有人 对于我们大力的支持 和有我们的投资的话 我想应该 五到四年以内 应该问题不大 你这个 我觉得确实就是 在我认识的很多的人里面 包括教武术的 武林中人里面 我觉得你是一个 比较有商业头脑的一个人 比较有商业的 这样的想法的一个人 但是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可能还需要一些资源 需要更多的人的关注 跟你一起来合作 但是我觉得非常欣慰 就是你有这样一份心 去弘扬属于中国的这份文化 而且可以去 不断地去开拓 你们到现在 教了多少人学生了 教了多少学生学武术了 我们现在在湾区有 三家公布学校 一家中文学校 教过的大概有多少人 教过的大概都上千人 最少大概有1500人左右 我曾经教过的学生 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你的都有走到工作岗位 教过上千人 你觉得他们整个的 对武术的这种 就是反馈 这个是怎么样的呢 特别热爱 特别热爱 也给他们改变了很多 你看像我们有些学生 现在武术发展特别好 在咱们美国 有这个美国国家武术队 每一年呢 也可以去参加国际比赛 然后这个大学生啊 像Youth Berkeley 每一年的三月份 都会有一个 也是一个全家州全美的武术比赛 而且这个Youth Berkeley 这种大学比赛呢 这个世界大学生武术比赛 已经也有了 所以说去年 是18年是在台湾第一届 这种开始的 对 所以有很多的老师说 哎呀 都是说哎呀 非师傅 你知道吗 你的学生在我这里 其实我们像那个 Berkeley的 Brian Fong 方老师 他是个老前辈 他是在 Berkeley大学里面的 武术总工位 对 其实你看我知道 在旧金山湾区的 有一群这些武林高手 这些老师啊 我觉得每一个人 他们都是身怀绝技的 每个人都很棒 是的 然后你们做了一个 叫做功夫之夜 是 让大家等于有一个 切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你这个想法怎么来的呢 首先把就是说 这个功夫之夜呢 最初呢 就是想着 我发着内心的支持 最初的想法是 第一 因为这些孩子 这些家长 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 他平时呢 只能看到我们这个 老师傅啊 在教他们的孩子 没有真正的看到过 我们这种师傅的这种功夫 因为特别是像我 又学武术 现代武术 又比赛 又表演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人来疯 看到观众就像疯了一样 所以呢 我就说那好 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大家共同来去 去施展 而且呢 就是说我们还给这个家长 让家长给孩子 每一年都能看到 你这个师傅有多厉害 你这师傅的功夫有多厉害 我也给师傅这么一个舞台 让就是说 最后有个师傅共同表演 大概有30分钟 这个左右的 然后呢 也可以让你看到 就是说 因为武术嘛 本身就是一家 特别是在海外 我们能相聚在一起 也是一种缘分 但是我们也很想 就是大家共同地 在海外 把这个武术也好 功夫也好 推广出来 再加上这个 机缘 我的师兄 这个曾老师 08年武术 奥运武术冠军 赵兴建 赵老师 在他的到来之下 所以说呢 我们就 以他的名义 我们大家共同 我们在背后 大家共同努力地 来达到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说想把这个 功夫之业 每一年地延续下去 让也让 就是说 整个温泉也好 全美国人民也好 也走到 这种主流社会也好 让更多的人 对于我们这个 武术与功夫的认识 和认可 因为 我们不像 那个我们的偶像 李小龙 那么帅 那么帅 你也很帅 因为他那个年代 跟我们这个年代 不一样 对不对 他那个年代有很多 就是说 年代不同 发展也不同 他那个年代 就是靠真实力 真能力 比如说打 对吧 但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很多东西 它是需要一个平台 需要一种展示 和一种舞台 让别人 看到那些东西 对你的认识 和认可 我觉得你不只是 很有想法 你也是一个比较 就是open 很开放的一个人 你看 我记得在我们 这今年贵国创业节 之前跟你在聊的时候 我说 你们能不能做一个 叫做创新功夫 然后跟你讲说 西游记 唐生 师徒四人 西天取经 就是一个创业团队 然后西天是哪呢 就是硅谷 到了硅谷之后 然后让师傅 穿成像工程师一样 其实这些想法 这些我们当时 那个想法出来的时候 都不知道说 你们能不能配合 但我觉得你是一个 特别能够开放 很包容的一个人 首先第一点 要非常感谢丁敏老师 能在这个硅谷创业节 给我们这个平台 能让给我们一个舞台 让我们去展示 谢谢 主要是就是说 就是文化有限 小时候呢 光练武了 就是这文化这方面呢 就是有可能没学好 丁丁老师引引导 然后剧本一共我们一起 然后呢 我们逐步的 哎 感觉挺好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 本身呢 我也会练猴拳 你知道吗 我在你身上看到 一个创业者的 我觉得因为就是 从一个武林高手 到一个创业者 我在你身上看到 创业者一些非常好的特质 就是谦逊 非常谦虚 而且呢 非常愿意去听取 别人的一些建议 而且不停地在 这个想一个新的东西 创新的这个能力啊 而且呢 已经在打造这个系统 和你的团队 我觉得呢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创业者 一定可以走得很远 今天我们坐在这 在谈你的这个功夫学校 谢谢 谢谢丁丁老师 真的是这样 真的可以走得很远 因为很多 都是我们资料学习的 所以说 在发展的道路上 在创业的道路上 很多人的建议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 就是说 我那里还比较有个性 看到一些好的东西 听到一些好的东西 只要是对的 我自己认为是对的 我就必须听 别人只要说 我哪里错了 我必须要改 必须接受 执行率超高 我觉得是 你是一个非常的 就值得大家学习的 这样一个创业者 也非常谢谢 你今天来我们节目的分享 我们就看 从今天开始 未来的五年十年 我们会看到 腾飞教育集团呢 真正的把中国的武术 推向世界来腾飞 好 谢谢林老师